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28号的台股最前线 那在经过了昨天小涨5点的一个行情过去之后 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是延续着这一波 狭幅度横盘震荡整理的走势 我们可以看到高低点的一个差距 仅仅差不到50点的一个空间 而且行情的部分呢 盘中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平盘附近做震荡整理 中场台北股市是下跌了21点 来到了10312点的一个位置 但是相对于这个指数的下跌 我相信其实大家更关心的应该是在于 整体成交量的部分 因为这个MSCI季度调整尾盘生效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一个成交量一口气放大到1523亿的一个成交量 那因为指数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下跌了超过800点 那指数在相对低档的一个状况底下 今天出现了一个报大量的一个走势 我相信其实大多数的投资朋友比较关心的是在于说 这个行情符不符合所谓技术面当中低档放量 带动台北股市跌升反弹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但是我必须要讲 基本上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它是建立在于说 你的量能是来自于正常的一个状况底下 什么叫做正常的状况底下 就是没有这种所谓MSCI季度调整 所带动的一个报大量 因为实际上 如果说你有去关注今天整体预估量的变化的话 在1.25分之前 也就是最后一盘爆出774亿元之前 台北股市的一个预估量大概是在800亿 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对低量的一个状况底下 基本上就不是所谓的低档放量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再加上说原本今天的一个市场放量 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做预期 因为这种所谓MSCI季度调整 它在尾盘都会有被动式基金进场去调整 他们手上的部位 所以今天原本大家就知道量能会呈现放大 但明天就会回归到正常的一个水准 因此呢 我们要跟大家讲的重点是在于说 魔鬼藏在细节里 今天的一个重点不是在于整体的成交量 而是在于说这一些被调整权重的一些个股 它今天到底怎么去做表现 它也隐含了这个行情后续会怎么样去做发展 我之所以这样子讲的一个原因是在于说 其实我们可以从两档指标性的个股来做观察 包括了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次的一个权重调整当中 调升权重最多的是来自于2330的台积电 它的升幅是0.18968个百分点 调降最多的是2317的鸿海 它的降幅是0.27490个百分点 好因此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 正常的逻辑 这个台积电被做调升 鸿海被做调降 所以正常股价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鸿海尾盘往下去做压盘 这个其实基本上不太意外对不对 因为它是权重被做调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股价从72块打到71块2 这个部分当然权重是一个往下降的 但是你看到权重被调升的2330的台积电呢 它有没有因此而出现股价向上做拉抬 也没有 它的一个尾盘也是出现了一个向下做贯押 而且投资朋友你如果去细看 它的一个成交明细来看的话 它的最后一盘是爆出了73,290张的大量 那你要去思考一个问题是说 当然这个代表被动式基金进场买了73,290张 这个是一个看法 但是你要去想这73,290张是谁出的 对不对 能够出7万张的一个台积电 这个绝对不会是一般的散户朋友 这个不是大户就是外资 对不对 那你要去想一个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他们明明知道 这个所谓的被动式基金会进场去做承接 结果还要在这个地方积极去做卖股票 简单讲就是你要接我就倒给你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他们就是不看台积电后续股价的一个走势 所以你就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说我们以这两档个股的技术面来看 你可以看到台积电的股价 当然过去这个波段当中 它是一个领头的一个强势指标 但是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它头部已经打出来了 对不对 第二个部分在于说 你可以看到现阶段的月季线出现 即将出现死亡交叉 而且如果说我们以月均线扣底的一个位置来看 现在在扣在4月26号 接下来走平这一段走完之后 它很快的出现下完 这个礼拜 我们应该这样讲 这个礼拜 月季线 台积电的月季线 它一定会出现死亡交叉 那加上我现阶段的股价在一个相对低的一个位置点当中 一旦你去跌破了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的一个大量区 代表什么 代表你的股价会进一步往下去做一个大幅度的修正 所以你去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台积电的股价往下做大幅度修正的话 那整体台北股市表现还能够很亮眼吗 这是一个 然后另外你来包括像是2317的一个红海 好 那2317的一个红海 我想我们之前有在节目当中陆陆续续跟大家谈过 当时我们讲到4月1号这个空方缺口被做回补之后 我应该这样子讲 它代表这一波的一个向上弹生的一个走势是失败的 再加上说这个部分 它也即将要出现一个死亡交叉的一个状况底下 当时我们也跟大家谈了 我认为这一波指数只要除非美中贸易战出现一个和缓 然后快速去多一个质问 要不然以这个态势去发展下去来看的话 67块它绝对不会是这个波团的地点 那包括我们在昨天晚上的节目里面 我想我们也跟大家谈到这件事情 当时我们一样是以包括台积电 这个所谓的一个权王 然后以及这个所谓的古王大力光的一个 周线的一个现行 事实上也给大家看到了 你可以看到台积电的股价是三尊头 然后大力光的股价是一高比一高低 一底比一底低的空头架构的状况底下 你认为现阶段的股票 你手上的个股电子股的部分 有没有比股王或者是比权王来的极优 如果没有 那就告诉你说以后续你手上的个股 也会跟着这一波的一个股价往下去做修正 所以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我想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只有一个重点 就是希望说投资朋友如果说你即便 你真的不想要去做放空 那也没有关系 我们也讲了你不要拿自己的钱开玩笑 重要的是你能够趁着你现阶段 还能够全身而退的时候 你必须要把资金抽出来 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调整持股的 我想我们这个时候 因为你看夏老师的节目 我也希望尽可能能够帮助到大家 所以这个部分 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调整持股的投资朋友 你可以加入夏老师台股最前线的LINEX好友家族 加入的方式有两个 一个是输入我们的一个LINEID 小鼠NAE2953i 或者是你扫描这个QR Code 都可以加入到台股最前线的LINEX好友家族里面 那加入之后请你传个贴图给这个小编 让我们知道说你加入我们的这个行列里面 那重要的是你要赶快把你手上的持股 跟我们的小编去做发问 因为我昨天我讲过 我们任何持股的回答 我们都尽可能 除非真的盘中联络不到 要不然我们都尽可能会选择在盘中就回答你 因为过去这段时间 我想你可以看到很多股票 如果我们当时跟你讲你马上出 到收盘那个一来一回可能差了几十万钱 几十万块的一个价差 你不要觉得夸张 你光看之前的郁金光 你看那时候我们请那个投资朋友出的时候 是三百六十几块 结果当天的收盘是三百零九块 这一来一回几张你就差了好几万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千万 请大家如果要问股票的话 我觉得你既然都问了 那当然希望说能够给你一个比较好的解答 所以请大家务必盘中留意一下 这个电话 然后以及这个LINE的一个讯息 那不要错过我们服务人员跟你联络 告诉你持股怎么调整的机会 好不好 这个部分就请大家能够多配合 那另外呢 一样 如果说你在这样的一个行情当中 你不仅仅只是想要赔的比较少 能够全身而退 你更希望能够反败为胜的 这样子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反败为胜你要有方法 你绝对不是说跟着那一些 之前没有叫你出股票 然后现阶段叫你持股抱着 等待解套的这些分析师 他们可以帮助你反败为胜 你一定是要跟着肖师 在当初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 就告诉你股票全出反手放空的人 才有办法带你在这波的行情反败为胜 但是我们也谈过嘛 因为公司成本的一个考量 所以我们六月一号 我们一定要调涨 我们的一个会员的一个报价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 如果你有心想要帮自己反败为胜的 离这个六月一号 仅仅剩下三个交易日的状况底下 我希望你能够把握住 接下来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跟着我们先调整持股 然后接下来反手放空再反败为胜 我要告诉各位 你每错过一天行情 事实上你就错过一个机会 因为今天我们一样 有去做一些空单进场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个地方 夏老师不是跟你那个多方老师一样 持股抱着等待解套 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 一直不见空单 等待获利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个部分 如果说你有兴趣加入我们的 请大家好好能够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 因为接下来 会下跌的股票 它会越来越多 大家千万不要不信邪 我举个例子来讲 例如说三星概念股 三星概念股 我想我在昨天的一个节目当中 有跟大家谈到 当然我知道你会讲说 老师 可是今天六四六二的一个神盾 它的一个股价呈现一个反弹 对不对 但是反弹 你说反弹这个反弹架构有很大吗 今天股价涨多少 今天股价仅仅只有涨四块 涨连两个percent都不到 那这个部分我昨天我也跟大家讲了 你如果说单纯以基本面的角度来看 媒体这样子写的 我认同 因为这个部分其实的确 三星会呈现受惠 但是我觉得 这个部分我应该引用 这个昨天我看到一个国外的分析师 他在讲美股的时候 他所谈到的一句话 这句话是什么 他谈到的是说 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的不是美股会不会跌 我们要考虑的是美股会跌到哪里 所以同样的一个概念我要告诉各位 神盾这个地方 他股价下跌 其实跟基本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单纯就是行情现阶段不好 所有的股票都会杀 我就讲了嘛 你的基本面再好 有台积电好吗 有这个大力光好吗 那如果大力光台积电股价都跌 你凭什么认为神盾 他可以避开这一波的一个下杀 好 所以这个角度来看 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谈到说 你看这个股价其实测大量区嘛 那我也跟大家讲了嘛 就是说 我说这个股价其实迟早会跌过大量区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个股价其实今天的 他的一个收盘的一个状况 事实上已经连续两天都在大量之下 那大量之下其实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他接下来反弹上面 他的股价其实都会遇到压力 所以你看到这个部分 月季线 他一样呈现死亡交叉 那我讲的最简单的葛兰币八大法则 大家都会嘛 对不对 当你的那个均线在高档呈现死亡交叉的时候 那个对于你来讲 对于股票来讲 绝对是一个卖点 而不是一个买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这个股价我觉得往下跌 破底 我觉得这个只是迟早的事情 那重点就是 你要不要趁着这样子的一个 还有比较好价格的时候 你去做一个调整 这个部分是这样子 另外包括其实你从 其他的一个三星概念股 包括了像是散热模组的部分 其实散热模组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今天3338的泰塑 他的股价其实呈现小涨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 他今天涨了1.6% 包括了6230的超重 今天股价涨了5.1% 你说老师这表现很好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 其中分数最弱的是什么 所以分数最弱的是3324的双红 所以我讲过嘛 我们用了很多个指标 把它组合成一个评分表 为的就是希望说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 整体那个波段分数的一个脉动 告诉你说这个股价 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弱势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你看像3324的一个双红 今天的一个股价 是不是很明显的 比刚刚我们所谈到的那两档 不论说你是要说三星概念股也好 或者说你是要说是这个散热模组也好 它的股价其实走势就会比较弱势 那如果说我们把时间点拉长看 当然第一个 这个是均线呈现死亡交叉 高档反压嘛 这个都是一样的一个概念 好所以你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 这是不是一个大型的头部 对不对 这是不是一个大型的头部 所以你不要等到它跌破这个位置 股价下去 这个绝对不会是跌 跌三块五块就结束啊 对不对 因为这是一个大型 大型大概将近左右 四个月左右的一个头部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它离前波低点已经很近了 你看今天超重反弹 今天泰硕反弹 它股价有没有跟上 没有 为什么 因为它特别弱势 那你在反弹的时候你跟不上 当这些股票都下跌的时候 你会跌更凶 这个就是弱势股标准的一个 标准的一个走势 所以你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投资朋友如果你手上 有这些所谓的一个三星概念股的投资朋友 务必刚刚就我们如同我们刚刚跟大家所谈到的 你不知道怎么做调整的没有关系 你可以透过加入我们的Light 来让夏老师帮你去做调整 那当然如果你是我会员的话 那夏老师一定会带你去做一个出场 甚至反手去做一个避险放空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个部分 如果说投资朋友有兴趣加入我们的行列的话 请务必把握住最后剩下三天的一个时间点 办好你的手续 这个部分是所谓的一个三星概念股的部分 好除此之外包括像是光学概念股 那光学概念股其实我们之前高扣大力光 我刚刚其实有谈到嘛 你可以看到它现阶段的一个格局 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偏向空方的一个架构 那郁金光的部分是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 一直跟大家提醒追踪 告诉你说这股价你要多避开 你还记不记得在4月17号 当时在那个节目里面 我还跟大家谈到 这一天是4月17号 我跟大家谈到说这两个股在明修战道暗渡成长 暗渡什么样的一个成长 它在透过拉嘎空这样子一个走势 再出3504的阳明光 再出3630的新巨科 对不对 那个时候我们节目当中都是这样讲的 如果你当时有把我的话听进去 简单来讲就是 万般拉台只会出嘛 我现在拉这一档个股是为了出这两档 那接下来呢 当然就出这个股票 所以你当时你可以在500块钱以上去做调整 我相信一来一回这一档差210万嘛 所以我讲了嘛 我说你早点去做调整 差几十万我觉得都不过分嘛 因为你如果500块钱以上出 你现阶段你的股价 一来一回就差20万的空间 不是吗 勾给他200块啊 所以你看到这个部分 一样 这个股价你不要心存侥幸 我讲过 地表最强苹果分析师 他怎么讲 不重要 我要跟大家讲 他第三季绝对不会成长到1000% 不信我们到时候我们拭目以待 但他到底有没有成长到这个幅度 我说真的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股价跌到这个地方 重点是你的危机控管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 你要放任他股价跌下去吗 投资朋友如果说你做郁金光的投资朋友 我相信你都比我还要清楚 你做郁金光你多少有点赌的成分在 我这样讲合理吧 对不对 因为你记得郁金光这波股价 他股价怎么抖 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就知道 从股价四五十涨到五百多 然后这一波涨到五百八 所以同样的一个逻辑 如果你把时间拉长 刚刚我们看到这也是五九六 对不对 然后前一波高点是五百八 这一波高点是五百二三 他在做什么事情 他在做的事情跟 之前我们刚刚所谈到大力光一样 高点一波比一波还来得低 低点一波比一波还来得低 所以你要去想一个问题 你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低点是162 那如果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发展下去 如果大力光去跌破他原本前波的低点 你觉得郁金光会不会跌破162块那个低点 你不用急着回答我 股价会说话 如果你手上有吃过 我是不在意 因为现在套牢的是你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你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 同样的一个逻辑 包括其实今天也有 图图面有在问大力光 那我是觉得说破这个低你就要走 因为你知道他股价前波低点是2875 他代表什么意思 我高点一波比一波还来得低 低点一波比6还低的时候 他如果往下破 他应该会破哪里 他应该会破2875 这跟基本面 我再讲一次 这跟基本面没关系 我非常尊重 非常尊重林恩平执行长 我们也认为说 他是一个好的 好的那个 好的管理阶层人才 但这个跟大环境有关系 这跟公司治理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部分 包括了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 也跟大家谈到3630的新巨科 新巨科的部分 今天当然股价看起来有一点往上拉抬 这个其实也是中小型类股 这次MSCI中小型类股当中 调升权重的股票 纳入成分股的股票 所以他可以从101块拉起来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一波其实通通都是强短的 就是简单讲就是 今天股价跌下来 大家都想说 那尾盘会有这个所谓MSCI记录调整 所以很多人进场去做拉抬 但是你会发现最后没有拉上去 最后他不是往上攻的时候 明天你要特别留意这档股票 隔日冲的卖压会出现 隔日冲的卖压会出现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今天守101 他其实有在守那个百元整数关卡 或许不会跌得这么快 但是我们昨天也谈到了 今天其实是放出来的第一天 那股价虽然说留了很长的下影线 看起来很漂亮 但实际上他也是收回K 所以以这个状况来看 后续当大力光 当郁金光的股价下去的时候 你要小心 这个股价一定做补跌 那补跌 补跌绝对不会是碰到100块就结束 他也不会是这个低点就结束 因为郁金光已经在这里了 你听到这种意思吗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 有些股票不要凹 能够处理的时候 尽量早点处理就早点处理 你不要等到没有办法处理 你维持率剩下130的时候 其实我说真的 130其实也还OK 因为正常来讲 你可以拿回大概将近四成的资金 如果你的那个融资利息没有很高的话 所以你要早处理嘛 要不然你拖了 我这样讲好了啦 你在这个地方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当初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当初五月份在这里嘛 对不对 你多拖了一个月 你基本上你出的价格其实不会差太多 但是你这个地方也融资会增加 融资的利息会增加很多 所以你要出股票 我觉得你如果已经打定主意 你想要重新来过 你想要停损把资金拿回来 那你就快点做 要不然等利息加上去 你可以拿回来资金不多 这个地方对于你来讲 最好的战略资本是什么 最好的战略资本是现金 你能够拿回多少 它就决定你接下来 你反败为生的速度 你拿回来的越少 即便说你这个地方 你后续能够跟着我们做反空 你的资金有限 你能够空的挡数有限 你能够空的张数有限 你就会受限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能够做调整 我请大家尽量早点做调整 那最后我们来谈一下 有一段时间没讲的被动 好 那被动的部分当然 最近其实都没动 大概有动的就这一档个股 叫做信仓店 那信仓店当时补的时候 我有跟大家报告 我说那一天 因为大家在谈那个西图的题材 但是那个也只是题材 所以你包括你去做中右 你去做什么光阳科 做家隆 你现在出不来了 对不对 但是我要讲的重点是说 你看这个股价 它就还是维持弱势 我讲了嘛 这个时候与其去打 简单来讲中国如果要跟美国去做抗衡 与其去打西土 不如直接打iPhone 怎么可能打西土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短线题材 那股价拉高就是给你出嘛 你空不空其次 但是你股价拉高就是要出嘛 不论如何啦 这个股价其实你可以看到 它整个拉起来的过程当中 它的波段强度有没有转强 没有 对不对 所以这个状况来看的话 它原本就是属于弱势股 那更不要讲说2327的国具 2327的国具 我知道市场当中有些人在解读说 这个股票已经连续几天没有破底了 对啊 连续几天没有破底 它股价又涨了 没有啊 我跟你讲 明天一不小心开低不就破底了吗 所以这种东西 基本上空方 你多方你不谨慎 多方你冲一点 我觉得还无所谓 但是你在空方的时候 务必你要步步为引 你不能够 我这头 我这头 你看从一月份做到 这里是一月份做到 做到四月底 四个月时间的头 你用三天不破底就要去化解 这个会不会太随便的一点 你自己去想 那这三天有成交量吗 没有 所以我讲了嘛 低档放量的条件 你必须 你至少你量的你要出来 你至少你要是个红K 你连红K都收不出来 你跟我说你这个地方只跌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股我有我的目标价 当初跌破287的时候 应该这样讲 就是股价从四月 应该是四月24号 我记得这一天 他应该是公布他第一季的获利 我就已经告诉各位 我说这股票不行了 你一定要出 你一定要出 以当时的价格来看 那时候319.5 到今天249 245.5 你自己去算差了多少钱 对不对 你自己算 大概超过70块吧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 其实你可以避开的 那我只能够讲说 或许你会觉得说 老师我300 几块我就没出了 我245块 我是要怎么出 我希望这个问题 你不要到了 股价 万一剩下一字头的时候 你在同样的思考 老师我245块 没出 我报了 我是要怎么出 我希望大家可以想清楚这个问题 所以回归到 回归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 现阶段的行情 其实架构很简单 现在就是一个标准的空方架构 完全没有任何 任何可以质疑的空间 因为我们所有七个条件里面 通通都是偏空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 要调节持股的 我讲真的啦 你去做那些营件 你去追营件 今天不是掉下来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空方 你不要去乱抢 乱抢短 你就避险空单做就好了 所以这个部分 如果说你手上持股有问题的 你可以透过加入我们的Lite 小鼠 N1253i 或少拿这个QR Code 加入之后 赶快跟我们的小编作发问 那我们可以的话 我们就盘中 回答大家的一个问题 希望能够让你有一个 比较好的价格去做调整 那 这个部分就是有问题的持股 你就问吧 那 如果说你想要反败为胜的 因为造股票不是为了 你要较少啦 你要较少就不要走就好了 你就放人家就好了 对不 你为的是赚钱啦 但是能够带你反败为胜的 绝对不是现阶段只能够发抠讯 安慰你说 手上的股票基本面很好 你就做续报 我们等反弹出来再做减码 每天讲反弹 你的会席就过去了 加入会员不就是要积极进攻吗 对不对 所以你的老师在等解套 在等反弹 我们在等获利扩大 我们有机会我们就空股票 股票下去我们就获利 现在不就是这样子吗 对不对 所以你要积极一点 我们6月1号我们一定会调涨价格 所以投资朋友如果说 有兴趣加入我们的 务必趁着这几天 Ginari是28号了 然后离6月底 6月1号 5月底 还有三个交易日 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 这一波机会 那有兴趣加入我们的 也可以透过Lite的方式 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 5月28号的台股最前线 5月28号